刘强东设性侵案听证会原告要求增设惩罚性赔偿 中国网络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设性侵女大学生案 上周五6月24日举行4小时的公开听证会 原告刘静尧GNL全程出席庭审 要求增设针对刘强东和京东的惩罚性赔偿 据某公众号报道 刘静尧的律师出示更多证据 证明刘强东和京东在明知刘静尧从未表达同意的前提下性侵 属于蓄意忽略刘静尧的权利和安全 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 证据包括当晚聚餐的日本餐馆女服务员说 刘静尧被不断灌酒 满脸通红 很明显属于不适状态 京东聘请的美国司机则说 当司机的这几天 他发现刘强东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 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当时司机通过后视镜 看到刘静尧躲在车后座的角落 被问及是否认为刘静尧在车里被性侵时 司机说 我当时没有思考这方面的事情 我想到的是 这个有权力的男人下定决心要得到他 刘强东的律师则播放刘静尧扶着刘强东 走进他的公寓的视频 并称刘静尧全程微笑 脚步轻快 一直抬起手是一方向 完全不像是刚刚在车里被性骚扰后的样子 对此 刘静尧的律师说 如果仅凭一段走廊里的录像 一个微笑 一个玩手 就能证明性同意 那女性权力就到退了100年 事后采访中 律师透露 当日时间不足 有更多的证据和证言 将会在陪审团审判中展示 此次听证会律师仍是就程序性问题进行辩论 正式的陪审团审判 将在9月26日或者10月3日召开 某公众号是一个关注女性权益的个人微信公众号